云飞,2021年大变局,中国走德国化路线,真的能够让老百姓富裕吗? 用数据说话,看事实真相,此视频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利益,认真看完,支持我的,请长按点赞三秒,给一个超级点赞,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。 今年上半年,我国一系列的政策不断,反垄断地资本,压房企,产教育,放三胎,最近又在实行全民富裕,有很多网友就在说,中国现在在走德国化路线,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从房地产,中小企业,以及教育这三大块,来看一看德国到底是什么发展路线,以及我们在走德国化路线以后,真的能够让老百姓实现富裕吗? 第一,房地产,首先,德国拥有完善的房屋租赁市场,这对稳定德国的房价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,目前,德国自有住房率为42%,租房率为58%,年轻人当中77%都是租房一组,许多德国人一生都是在租房居住,那这种买房少租房多的市场行为,房价想涨也很难涨起来。 其次,德国从源头上约束住房子的价格,德国规定,开发商制定的房价如果超过合理价格的20%,就可以被起诉,如果超过50%,直接就被视为犯罪。 对于长期租约,新租房合同的租金不得上涨超过10%,否则也会被起诉。 再者,德国还有各类的房地产税制,包括未满10年出售的房屋,需要缴纳25%的资本利得税,超过10年的盈利部分,需要缴纳15%的差价盈利税。 以上这一系列的做法,说白了,就是让炒房者无利可图,降低人们炒房的欲望。 也正是以上这一系列的政策,让德国在近30年的发展规划当中,房价的涨幅仅仅停留在50%左右。 那如果去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以外,德国房价基本上算是没有上涨的。 第二,教育,德国是实行双原制教育的国家,学术教育和技术教育并行,多元化培养人才。 那首先,德国通过义务教育以后,把不符合学术要求的学生分离出来,然后再根据其具体的能力和特长进行技术类的教育,并通过校企挂钩的合作方式,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上岗。 那这样多渠道的培养人才也可以做到人尽其用,让那些喜欢读书的学生去搞学术科研,而让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学生也能够快速找到自己的定位,学一个一技之长,从而持续带动整个德国制造业的发展。 其次,德国双向教育,另一个核心点就是学术类的人才和技术类的人才,如果符合要求,彼此之间还可以进行互相的切换。 那这样也增加了学生后期的多项性选择,以及职业技能的权威性。 第三,中小企业。 我们都知道,汽车行业和机械制造业是德国的两大支柱产业,像西门子、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等等,一些国际品牌都是来自于德国。 那德国有很多像这样的百年老企业以及知名企业。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 在德国350万个企业当中,百年企业就占了800余家。 在2764家中型全球领导企业当中,德国就占了近47%,德国更是拥有2300个世界名牌。 其次,德国很多中小企业也都在该细分领域市场当中的隐形冠军。 他们不求做大做强,只求做身做金。 过硬的产品和技术让德国产品是销往全球。 德国制造业可以用两个字来加以说明,一个是砖,一个是金。 那为何人口不到1亿人的德国,他们的制造业却会如此强大呢? 那德国高端制造业的强大,这和他们的房地产政策以及双向教育的体系是分不开的。 回过头,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目前的发展路线。 那我国当前一系列的政策,压房企,让房价回归到理性,防止房地产无序扩张,让老百姓实现住有所居。 砍教育,限制校外培训,鼓励职业技能培训,选拔人才多步走。 易资本反垄断,进化市场竞争环境,打压赚快钱的方式和渠道,让大家回归到高端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业的发展轨道上来。 那从以上这一系列的政策来看,我国现在确实有在走德国化路线的影子。 那么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,普通老百姓在未来真的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吗? 关于这一点,最后我想说的是,不要低估政策的力量。 随着共同富裕政策的到来,各大互联网公司首先就在第一时间投入巨资,助力共同富裕的计划。 再说,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,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。 随着市场竞争,更加的公平公正,抑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力量,以及给老百姓减压负能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之下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,未来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富裕。 全民富裕的时代真的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,你做好准备了吗? 2021年大变局,中国走德国化路线,真的能够让老百姓实现富裕吗? 对此,你会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那今天,我们就...